谈到防疫消毒是一大法门 复理香农会针对防疫设备就花了十几万元 不仅每位员工都加保新冠肺炎病毒保险之外 还添购超音波物化消毒器 放置在罗山农产展售中心的前后门 让进到展售中心的游客 在门口就进行完全身消毒 谈到防疫消毒是一大法门 复理香农会针对防疫设备花上了几十万元 不仅仅每一位员工都加保新冠状病毒保险之外 还添购了超音波物化消毒器 放置在罗山农产展售中心的前后门 让进到展售中心的游客 在门口就全身消毒完毕 是我们的超音波物化的消毒 那里面主要是用次力酸水 然后它的整个西式的PPM 是在我们的100PPM以下 走进罗山农特产展售中心 就会用雾水喷上来 没有味道就像没有喷一样 游客走进来直接就消毒 总干事说 走在清明连假时就派上用场 不仅让游客安心更保障员工安全 主要也是希望说 我们这个农会的卖场有很多的游客 我们也希望说保障游客的安全 然后也告诉游客说 我们这个场所的话是非常安全无语的 我们每天都有进我们的本分有在消毒 然后提供游客一个非常安全的一个场所 能会说次力酸水主要成分是次力酸 刺激性较低 它在跟微生物接触之后 就会迅速的破坏细胞膜的蛋白质 让戏剧顿时失去活性 杀菌效果就达成 不过还是会民众最基本的 记得要勤洗手 并且戴上口罩 自我防疫 记得高雄商卫乡采访报道 你怎么发动